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一个方向是对是错 我们搞不清楚 读书 也不知道读哪一本书 学东西 也不知道要学哪一门技术 做事业 也不知道要往哪一个行业走 人生如何过 也不知道 接着死去哪里 也不知道 怎么生出来的 也不知道 这一辈子在做什么 也是迷迷糊糊 从头到尾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状态 以禅宗的角度 唯有开悟的人才有资格讲有证件 其他人都是邪见 禅宗的门槛很高 不是只有读了佛法概论之后就具备了证件 读完佛法概论 你只是掌握了知识 但你没有一个观念真正懂 你没有好好思考它 知道理解它 知道你能应用它 知道你能辩重它 你随便拿一本佛书 大词典 里面的名像很多 如果你一条一条看 看到最后还是不懂 就像很多人拼命学很多经典 学到最后 依旧是门外汉 如果最主要的核心懂了 你就能够贯通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是因为缘起而悟道的 你可以不重视缘起吗 如果你想悟道 你应该也朝着这条路来悟 你还没有开悟之前 你不要离开这个议题 你要不断深入 了解缘起 直到看到 对于很多人而言 书系诗书是书 生活是生活 它的知识是根据书本而来的 所以它对文字比较敏感 但它不是根据生活而来的 把书拿掉 看到一盆花 它没有感觉 对于现象 你们是很无知的 但是 文字本身就是在描述这些现象 盘古开天 刚开始只有现象 而没有文字 为什么真理非语言 文字 因为语言文字 只设在描述 你没有看到更直截了当的 刚开始不是文字 而只是自然界的现象 所以 有智慧的圣人 譬如福西 他看到天 看到地 天一望无际 他就用一长代表 地有山川水流的阻碍 他就用两短来表示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起源 天地之间 万物居中 所以才有三长 上 下 中 刚开始是现象 后来变着符号 但是能看懂符号的人也很少 后来文王才在符号旁写 圆亨利真 写得太简单了 后人周公又加以解释 乾隆勿用 现隆在田 一直解释下去 当今之人的智慧更差 需要别人长篇大论 你读佛经 就是看文字 生活中没有文字让你看 你反而看不懂 何谓高手 禅师就是高手 你把景德传灯录打开 你会很有感触 你问禅师一个问题 他不会长篇大论 因为他跟你讲 你也听不懂 否则你看书早就懂了 所以有人问禅师如何开悟 他说 前面那一棵树 它就是用一个形象让你看 你问 师父 我往哪里去 他会反问 你现在在哪里 如果我不讲 而是用 而是用很多人看不懂的 地球 地狱和天堂是 月层完全没有障碍 你看公案 禅师都用现象跟你讲 或画一个圆圈 或是哭给你看 文后思维 你能离开文字 直接感悟吗 心平何劳持绝 行职何用修缠 感六组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